前警分局10号凌晨3点多接获民众报案说有斗殴的事件 分局勤务中心立即指挥线上快打警力前往 15位的远警2分钟抵达现场 在控制现场之后发现一名年约23岁张姓男子 他右手小指有撕裂伤 由消防人员送一急救 另外也把在场6名男子带回分局厘清案情 前警方表示10号凌晨接获民众报案 分局勤务中心立即指挥线上快打警力前往 大约有15名远警在2分钟内迅速抵达 在控制现场之后发现一名年约23岁的张姓男子 右手小指有撕裂伤 结果警方初步查证 双方酒后先在包厢外发生口角 进而引发肢体冲突 造成一人受伤送医 依照涉嫌聚众斗殴恐吓伤害等罪名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证办 记者林杰简案箱采访报道 下注文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